我是被你求盡的鳥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柯P 我先回答你两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说 郭台铭其实裂解了国民党 刚刚你提到的那个议长 其实这些议长们 你看郭台铭去年光是鼓励分了92亿 所以他跟这些议长们形成另类的九二共识 哇 这个世界里面 马上就把郭台铭打成同路人 其实过去我强烈批评你不是为了声量 是为了工作 因为当时你是市长 当时我是议员 所以监督你本来就是我的职务 所以现在你不在 我声量下来 我觉得这个刚好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说我现在为什么不批评你 因为你已经离开首都市长的宝座 你就被踹在一边 以前 以前你动用的时候我不知道给你打 你现在被踹在一边 我再去补踹两脚 那个是俗辣的行为 我不干这种事 你的意思是说欺负弱小就对 对啦 我没有那么弱啦 现在民调已经直追这个赖清德了 对不对 虽然现在有点掉 但是还是第二名嘛 对不对 对 不过你那天演唱会以后 可能又会掉了一些 哇 应该是听歌的专业的可能会比较这样 但是无所谓啦 因为世间兄我相信他心里面也有觉得 除了落寞之外 你看现在蒋万安当市长 他也没有什么好打的 不是 不是没什么好打 欸 柯屁 过去我是磕黑 要黑你当然要凶一点 那现在我是讲师 当老师本来就应该斯文一点嘛 所以我对他好一点是应当的 那蒋万安当任之后 大巨弹马上就核准了 那你觉得这有没有政治攻防上的 我觉得大巨弹还是要回复到当初我的提案 我们市府应该解约接管 由市府来完成 然后收回我们市民 我们市府的权益才对 那块土地10公斤 是我们台北市的 欸 磕屁 当时我这样提案 好不容易通过等于我们议会帮你背书 因为做你的靠山 结果你一直不照我当时的这个决议 就把它解约接管 在这个远雄违约事实明确的时候 我们赶快收回 然后我们来完成大巨弹才对嘛 欸 现在讲一讲好像都是我的问题 欸 不过是这样啦 因为现在在市长任内的时候 在当市长任内的时候 有五大弊案没有办法解决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痛啦 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是为什么 复杂的政商关系 当然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我当选总统要组合联合大政府 可是大家又会讲 蓝绿又会讲说你又没有人 你民众党又没有人 你组合联合大政府 你所谓的民选的 或者官派的这个政府官员 一定会跟你冲坑 但是我不怕啊 为什么啊 因为台湾如果不走这条路的话 永远被蓝绿两党挟持党义 包括之前那个 对不对 要采买疫苗的时候 欸 民进党所有的立委 63票全部通过不买疫苗 这个是我最气的 但是无所谓事情已经过了 让大家自己好好去评论 但是我要问世间凶的是说 刚刚我说审计部那个前瞻预算 8400亿 到底用在哪里 我有问 我有自己在脸书上面 我有自己讲 这到底预算大家看得到 提得出来 看得到是什么吗 没有人提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项的预算案 包括到最后审计部审查公布这个结果的话 恐怕比前瞻计划更为难 难堪 那我想问你说 这样的845会不会成为赖清德之后 严重的这个托勒达 欸 不会 当然前瞻预算 当然荣获里面会有一些瑕疵 一些错误 很大瑕疵 但是我们审计部一定会很严格的 去把它找出一些毛病嘛 这很难免的 可是有两点我必须说明 第一个我们任何计划 政府要做的计划 一定有经过专业他们的评估 比方说针对这个效益性 针对必要性 针对这个priority 优先顺序 第二点我比较纳闷的就是说 当时蓝色的白色的立法委员都在立法院也审查了 也通过了这样的预算 然后事后他们再跳出来说 这个前瞻建设计划不公平乱花钱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纳闷不解的地方 立法委员在第一线你负责审查监督 那如果这错误到这么错误这么离谱 你们当初为什么给他通过 所以你应该要求你们白色的立委 看他们做个交代 你说没有英雄多少钱 这英雄大了 我在民间所听就是 有算给你们过了 结果拆账的内容不能公开 都要再封存三十年 这八成的黑股没轮的 大家都说我们不想等三十年才看到 我们明年就想看到疫苗怎么买 钱怎么分配 所以清帖有影响 你要回去说 你如果要买就要冠金宣布 如果如果清帖冬算 他有哪会把这红纯三十年 这红红纯三十年 都会公布这样才不会影响 不然我告诉你 大家都想要明年就看到这三十年的东西 对 清帖你跟他说怎么好 你跟他好朋友 我监督他是在工作 世间兄讲了一个让我想要笑 又笑我出来 同党的竟然自己没有办法去问赖金德 还要别党的来问 没有 革命我的意思是说 钱瞻建设计划没有一样是封存三十年的 要不然审计部怎么现在看得到 钱瞻建设计划的这个八千亿光明磊落 你们蓝白立委都审查 当时也给他通过了 所以柯斌你回去问问问你们家的立委 没有 清帖八千亿光明磊落 苏晋聪起来砍一半转变计划 本来八千亿光明磊落计划 苏晋聪起来砍半 除了四千亿光明磊落 像我买到一百亿光明磊落计划 高雄一个虚价他又八十几亿 就是都这样来的 没有啦 苏晋聪有不对的地方 罵苏晋聪罵最凶的就是我 你们可以看得到后来我碰到的惨状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但是我就是该说的话 即便同党我也是说 不过苏晋聪也有非常多他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我们同党的 我不必去吹嘘他 我不是啦啦队 但是他做不好的 你看我甚至叫他要下台 所以我很惨啊 世间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这个处于劣势的时候 是用哀兵公事 你看看他哀兵公事到最后 他把民进党的现任的立委 把他干掉了 现在换他要来选大同事邻居了 我如果走到你旁边跟你合唱 你要唱什么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已经忘不了你的泪 忘不了你的泪 忘不了你的怀 喂 世间凶怎么把歌词改一改 我是被民进党囚禁的鸟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现在飞出来 不晓得谁能依靠 哇 这是被他害的 所以我的问题即将抛出来 好 柯文哲如果当选的话 虽然很多时候这个政治人物不回答 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的片面 就是要他们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没错 柯市长当先了 然后呢 理聘我们国昌老师去当法务部长 那国昌老师你就一句话 摸着良心讲 yes or no 这样子 其实我在其他节目当中 我已经讲过了 我不会很矫情的说 我不会去干 我会很直接的讲是说 在一些前提满足的情况之下 我乐于接下这份工作 而且我进去就不是去当官 我进去扫荡 扫荡啊 这跟当年国民党 这个一年准备 两年扫荡 三年返工 四年就成功 这个名字只会用在共匪上 扫荡 感觉好像不是要扫荡什么名义 是要扫荡那些法务部里面的官员 对于那些贪官污吏 不是用扫荡 请问用什么词会比较适合 这个真的是漂亮 好 那第二个 关押 刚刚我为什么说 在一定的前提满足之下 我不会矫情的说我不愿意 我会很直接的说我就进去扫荡 就会跟前提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前提是说 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可不可以跟人民许诺 今天如果出现了这些贪官污吏 出现了这些违法乱权 我一定支持我的法务部长 支持我的检察体系 扫荡到底 我不会包庇自己人 我政治黑手不会伸到里面 我会向所有的台湾人民 宣示一个重要的价值 是我们从小就学到的价值 而且我一定会实践它 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那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现在的台湾大家有觉得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吗 我们看到的是权贵司法横行 为什么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 干了这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 到现在没有被追究责任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有公益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看到未来 这个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要给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年轻人最基本的许诺吗 好 你看看 这个听完之后 我也 连我也想请他当法务部长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往正义的这条路去走 天地有正气 达然富流行 他这个已经 这个大学生念得不错 这不错 他当初国库思想 第三句 在地为什么 在天为什么 他这个 他上次国库思想有背过 这不错 国参委员的回答 玉琳哥你满意 我非常满意 如果在我私人角度 我是真的希望他来当法务部长 因为台湾司法的问题 也是民怨很根深蒂固的一个环节 这个不解决 其实 我甚至认为他的重要性 比交通 比电价 因为电价就变成太便宜 台电快倒闭 倒闭了 都不敢讲 相较之下 还是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在 好 你看看 玉琳哥也不是来省油的灯 每天综艺节目在那边跟大家吓哈 他也是问到重点了 而且国参委员直接 直球对决回应他 太好了 还有我希望降一个价 不只房价 车价也能降 台湾的关税 你拜托你好不好 你听我说 因为你买车你没负担 我们也是要分歧 我就直接跟你讲原因 你是拿布袋装钱 丢在车袋的桌上 不能这样比较 我直接跟你讲 台湾为什么关税要这么重 因为要保护自己的汽车行业 保护50年了 没有办法 如果你让国外的车子进来 什么玉琳 国产车全部倒一片 因为台湾不会做引擎 所以说必须保护关税 要200%的这个关税 所以说你买了1000万的车 其实是500万 那就跟现在的父母保护小孩 就会养出一堆妈宝 一样嘛 台湾也是养出几家车宝嘛 你现在是买车遇到他的问题 这个私底下再来解决 好不好 他这买到贵车奇怪了 还在这个节目上面讨论 他已经算是上流社会的人在买车了 你都没进口 他买进口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私底下来解决 可是我们一直在那边讲说 谁跟谁配 谁跟谁配 然后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跨劳热闹 外行人看热闹 但是很多台湾的选民是内行人 他想要看的是 那你们到底配出来 就真的比较好吗 好在哪里 这个我有点小意见 这个玉琳哥 你听完 这个又变成那个 鸡生蛋诞生机 永远无解 按照议员的讲法 也是无解 现在假设郭柯侯圆桌会议 东西都拿出来 我们假设都一样 哇 神奇的巧合 大家不然 却要抄袭 却要抄袭 全部都一样也没关系 大家 哇 没讲到我们都一样 赞 问题来了 那谁跟谁配呢 因为这三个人 没人要当副嘛 对不 你也不愿意当副啊 对不对 郭董 不见得 你夹八点挖腰喔 你当个副干嘛 你就去过你的太平日子 我可以改姓啊 副台名 只有副昆琦可以当副总统 那没人要当副嘛 每个人都要当主嘛 好 那不然就民意调查 今天又是假设性的问题 民意调查出来 结果好有余 还是一样敬陪莫作 那我叫问游艺员啊 你敢去跟 不要这样啦 面对现实啦 不要在那边装逼了 去当副手吧 你也不敢开这种口吧 这种所有的你要选大位的人 你的格局要比我高啊 为什么是我要去劝谁谁谁 要顾全大局 你们自己 难道不是以台湾的未来吗 如果当到要当总统的人 你们没有考虑到说 台湾的未来问题的解决 要小鸡去劝你们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人性先谋私再谋工 那你如果都是这种心态 他们都不受 所以逻辑上来讲 注定先我们先预祝 不是预祝 先公祝赖清德当选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三角都 四角都都不可能会赢的情况之下 现在都已经八月了嘛 彼此又没有一个明显的态势 说谁要背谁整合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等于是没机会啦 我跟你保证 Absolutely 那就是没机会啦 Absolutely 他不要有密西哥办法 Absolutely Absolutely 不要发太重 Absolutely 你刚刚讲那个英文是新车的名字 你唱的新品 我讲英文有特加强 有特加强 福老 你刚刚看了 你政治系 政治系高材生 你刚刚看到三位精辟的分析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 我想要问吴董 吴董 不是我想吴 就是因为其实在刚刚民调其实有看到说就是侯友宜候选人他的这个支持就是在年轻人的支持度是相对比较低的嘛 然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像我们这种手头子或是青壮年可能会更愿意把票可能投给可皮 还有油皮跟耐心的 对 想要问你说就是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可能就是世代间存在一定的可能想法上的差异还是因为可能就是像我们可能对于蓝绿这样两大党一直轮流执政的一些执政之后可能没有做到非常好 然后让我们可能心中会有一定的失落或是失望 然后才会想要转而把我们的票投给就是比较猩猩的白色力量 不会啊 因为我的票也投给柯P啦 这个没有意外 不会啊 哎呦 但是总是我自己兄弟再投给柯P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啊 在以大专程度的这个投票的对象里面柯P第一名 然后国民小学程度的国小的支持度第一名的是赖清德 就是一个叫做基本盘 就是民进党的基本教育派 我就要台独啦 就要台湾独立嘛 我们老公爱 我们孙也爱 这是一种 所以它跟它教育程度有关系 所以那到大专以上 像你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的话 就倾向你们柯P 本来是属于好玩的 你搞演唱会啦 你去搞笑啦 搞猴子爬树就看到屁股红啊 人生像一坨大便啊 都是柯P的金句嘛 大家觉得很好玩 那回到刚刚就是苗一元讲了 回到国阵喔 回到我们现在谈说两岸关系 回到厄务战场 回到经济建设 这些很务实的一项一项要开始考验的时候 你就没料啊 因为你的总干事只是议员级的啊 你没有办法谈国政啊 像我跟韦翰 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的特长大概有八成时间 谈国际政治 民众党没有能力谈国际政治嘛 你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民进党有完整的一个团队 它可以谈国际政治 所以到了这个层次以后 大家比的内容 比内容的层次的时候 好玩新鲜演唱会 就逐渐逐渐退销 因为这个就是在选战 在进入所谓的议题设定 跟攻防的过程当中 大家比出虚实啊 我就想要追问 刚刚苗一元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说要去立法限制 那就是我想要 我好奇的点是在于说 因为你刚刚也有提到说 就是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就是可以 从中获取利益嘛 他们都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 那要由谁来 就是做下这个立法的 裁决 我刚刚讲的这一段 如果有被注意到的话 马上那些做网路行销的人 就会开始派出他们的帐号来骂我 我说这个不可行 这个不行 因为你讲的对啊 就是说这牵涉到利益的问题 但是我们国家 终究还是要有个方向嘛 要选立委的人 还是要有个理念嘛 就像以前讲说 不行电视台新闻节目 不能被买广告 不能业配买到新闻里面 置入要标示 那当时很多电视台 其实也反对啊 因为这个会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他们的广告收入嘛 但是最终立法还是完成了 因为对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努力的去讲 大家努力的去宣传 这个观念 我想越来越多人民可以接受 这是民主国家的好处嘛 我们可以透过说服人民 然后做出一些 违背财团利益的决策 因为终究民主国家 是以人民为主 不管是谁出资委托的 蓝的 绿的 白的 黄的 什么颜色的 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收谁的钱 在讲这些话的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 慢慢形成这些共识的话 未来这也有机会 在立法院里面被讨论啦 就是假设说 我有机会 未来进入国会之后 那这当然也是我们会 很努力的想要去再宣扬的理念 那请问如果今天是 今天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说要邀习近平一起吃饭 你们民党会怎么修理国民党 但我想问就是我最近有看出 就是他想要与中共他们就是 比较易和平的手段相处嘛 那但我想请问一下 他这样是不是 其实只是在选钱 然后想要吸收中间选民的选票 那他若之后 他就真的当选成为总统之后 有没有可能会改变他 现在这个主张的路线这样 我觉得賴清德可以相较之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对于国际观 对于两岸关系的论述等等 他都是有这样子的高度 还有这样子的准备 所以你说賴清德 他们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骗选票的行为 賴清德他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 就是说一个人政治人物 要观察他长期来的态度 那賴清德他长期来就是给人家 就是值得信赖 说到做到 所以信赖台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賴清德所说出来的事情 就是他努力会去实践 努力会去做到的 相信大家也可以去检验 或是过去他在台南市政府 或是他担任行政院院长立委的期间 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賴清德对于他所坚持的使命 或是信念 他绝对是全力以赴 那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信赖賴清德 认为他最成熟稳重的原因 因为他不是说今天讲一套 明天又换一套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太过轻挑轻浮等等 那这就是賴清德跟其他现在三位 在野党阵营的候选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绝对可以放下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绝对可以放下 你第一次来 你要不要代表handhand问一下话 我不要只要代表宝格力 你现场围的博士班 问出来问题应该也很犀利啊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现场来宾 好那我就问了 那你到底要求农业部在蛋这件事情上 怎么解决核心问题 而不是只有提说要公开合约这种政治类的东西 你都没有注意看我的节目喔 这个镜子应该换照哪 你都没有注意看我的节目 我已经讲了 现在目前的巴西蛋到底政府还有没有库存 不知道农业部没有回答 如果今天还有库存的话 能不能再一次的做一定比例的抽查 你头不同意 没有这个一定比例 你要看专家学者他们的评估 因为我不是专家学者 我今天讲了一个比例 又会有人跳出来叫我照镜子 说这个比例不对啊 所以这当然是按照专家的学者的比例 去做批次的再次的抽验嘛 为什么要抽验我要告诉你喔 因为5月的时候 今年5月的时候 巴西就有禽流感了 5月的时候巴西的禽流感是野鸟的 所以你继续跟巴西采口没有关系 但在6月28号的时候 是在巴西的农场里面 验出了家禽流感 正式成为巴西正式成为禽流感的疫区 那这个时候呢 我去看了包含路透社的新闻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新闻 他们呢 在6月28号公告的那天 立刻暂停跟巴西采购任何的禽类产品 我们的农业部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然后呢 一直等到8月15号验出药剂残留以后 才说不敢再跟巴西下单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质疑的食安的问题嘛 如果6月28号公告了是禽流感的疫区 那为什么农业部没有立即停止跟巴西采购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不是要每颗茶 而是我们现在的库存里面 是不是可以重新抽样 这是为了弥补当时6月28号 禽流感事件农业部的不作为 后续所必须再做让人民安心的一个举措 他自由时报的专访的时候 我感觉鸡皮都起来 实在是非常的恶心 好像我以为他是me too的受害人 因为他说呢 如果这样的抹黑跟攻击继续下去的话 还会有下一个层击重 这是什么呢 叫做世代夫无尺续国尺 丁北好游说的 如果知此近乎勇的话 无尺那就是神勇 你知道吗 你会让我们现在民众 连吃一颗蛋都不安心 从缺蛋到坏蛋到混蛋 难道这一切都是抹黑吗 如果你可以讲得清楚的话 那其实不用下台嘛 讲清楚就好了嘛 那所有的疑虑只要能够厘清 没有对价关系没有徒利 然后再来对民众吃的部分 他不是保证架上没有过期蛋吗 那现在查出来是什么鬼 现在连学生的午餐里面 小朋友的午餐里面都有 那么是地方政府去查查 挖出来这么多 还有公文造假的问题 现在怕是怕什么 政府啊 農農農農農 成鸡蛋 不是 成鸡蛋 哇这个好像 改这样名字也不错 那当然鸡蛋出问题 二话不说 这些蛋就不该让 不该让吃到老百姓的嘴巴里头去嘛 我觉得并从口路 然后所以这些 有问题的蛋 应该还是要去回收 政府要能够去很坦白的 告诉老百姓 哪些蛋真的有问题 我们就回收 那再来回归在原始 源头里头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赖清德 每个位置都没做完 因为我是用民进党标准 我尊重大家对侯友宜 你讲赖清德 现在负责总统 去选总统的事情 其实基本上是 就是去年侯友宜的状态 我不是要讲那个 现任的有问题 你先听我讲完 先听我讲完 大家如果认为说 一个政治人物一个位置 没做完不能跳下一个位置 如果是的话 就吃完再看往外 就是政治复兴汉的话 那赖清德是政治复兴汉的冠犯 因为他做国大代表没做完 就去做立法委员 选立委 立委没做完选市长 市长没做完 就当行政院长 所以他是政治城市美 他叫赖市美好不好 他是换犯 所以民进党 到底有什么脸皮 去攻击侯友宜这一点 比如说像Chris 你不是民进党的 你觉得说 一个市长没有做完 就选总统 你好像怎样怎样 我觉得我都尊重 但你民进党 你有什么资格啊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 是真实的赖清德 他年轻的时候 举了台湾独立万岁 然后长大的时候 他为了选举 他可以说台湾已经独立 有风险 你怎么知道 在小赖清德心中 种下那个小小的种子 在他取得权力之后 突然发芽了 全部台湾独立 两岸就开战 是不是 有风险啊 然后赖清德之前 2019年跟蔡英文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被蔡英文霸凌到出来求牢啊 蔡总统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 蔡总统你的网袖好可怕 然后结果后来 可以跟蔡英文两个人 如交四期 你说正常人 小杨你会吗 阿远你会吗 葫芦你会吗 白白你会吗 如交四期好像用的不太贵 就是很紧密结合 因为2019年的时候 蔡英文说呢 国家领导人最重要是诚信 说赖清德没有诚信 结果现在他要挺他 所以你不觉得就很假很会演吗 所以你怎么知道取得权力之后 他不会忽然间 耶我复活了 然后就开始公布蔡英文的论文 然后开始宣布独立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 公布论文我支持我先讲 就是所以有没有可能 有风险 你最了解韩国瑜的人 因为你上次他在议会咨询 他说我一碗矿泉水 一瓶矿泉水 一碗乳酪饭 高雄发大财 你一直问他 他就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所以说你在红了 你最了解韩国瑜 你觉得韩国瑜 跟柯文哲的合作 合照 会发生什么样化学变化 还是说让蓝白和更进一步的合起来 我觉得会发生什么化学变化 因为确实我觉得那一天 韩国瑜这张照片 确实又引起了轰动 不管是哪一个阵营的人 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进一步 透露进一步讯息的一张合照 那我就仔细的去看一下 大家所有有讨论这张照片的人 下面的留言 那我看到很多人都说 唯一支持韩柯佩跟柯韩佩 变成这样 对变成这样 头有一臂变原话 就变成 对 就只要韩国瑜一出现 他绝对都是C位 他绝对是主角 那这个不用说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人是 期待韩国瑜的这个出现 他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角色可能是什么呢 所以隔天就可能 是会是成为副主席吗 国民党副主席 还是朱立伦的策略吗 还是他要来接副主席呢 还是他要在进军立法院呢 或者是他有更多更重要的角色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 确实不能忽视韩国瑜 因为他只要一出现 他永远都是center 所以他的那一群韩粉 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在 包括在高雄这一群韩粉 都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只要韩国瑜登高一呼 他的这一群韩粉绝对就是 我们就是跟着月亮走 这个不用说 他还记得要跟着 土子跟着月亮走 太厉害了 他的名言 我相信大家都会背很多 刚刚大家都已经讲很多 至于说 他接下来会造成什么效应 我觉得其实他在想的 不只是眼前的浴缸 他要看的是未来的大海 他不是要当棋子 是要当塞子各位 当塞子都看得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韩国瑜的角色 这不只是一个说什么 让他挂一个副主席 这样的一个抬头而已 那有没有可能变为 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就是 会不会带动蓝营支持者 出来投票 还是反而会成为 你们绿营的垂票金 其实韩国瑜的支持者 期待的是他扮演更重要 有实质权力的角色 而不是只是给他挂一个 好像类似竞选职位 或者是一个总指挥 这样的角色 只是为了要韩粉出来投票 没有 他们希望的是他接下来 还有实质权力的掌握 所以我觉得 建址立法院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就是不管是未来要排进 不分区 还是说未来他在立法院 可不可以掀起另外一波的寒流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这个蓝绿 蓝白盒 到底是我在威胁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在威胁我 我感觉是国民党在威胁你 你看看 有没有 自己的妹妹绝对没有偏袒 不是你威胁国民党 不是不是 这个是有原因 听他讲 这个是有原因 就是说 十天前国民党提出的方案 然后最近提出的方案 如果一个真正想要 完成这件事情的 这个不同的方案 是不是在十天前就应该提出来 这代表你的起心动念是有问题 你的内心当中根本一开始就是 想说我可不可以得到更大的便宜 我才愿意合 然后现在说好我当富的 可是你附带的条件 让我们觉得 还是来不及 可是来不及 十天前就来不及了 现在更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会感觉你没有诚意 就是说你真的是在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逼迫 所谓的民众党 我哥哥也很帅啊 他就说如果我是选苏 我就退选 我就退选啊 可是你们又不敢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不敢 为什么 因为你们 你们很需要我哥哥 可是又不给我哥哥 同样的尊重 这个就是让我觉得你们有所期待 而这个期待让我感觉 党的利益超越国家利益 这是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检讨 你们真的是把国家利益 放在最前头吗 想一想 你想你是口译哥 你对台美关系最有研究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接受受访时首度明确 这个谈这个副手的议题 当谈到驻美代表 小美琴是否为副手优先 优先的名单之上 赖清德说 你可以这样讲 就表示肯定了 赖萧佩是已经成型了吗 那你有 萧美琴大使跟你谈过这件事吗 为什么不能参与中正万华 这个快乐的话题 你可以谈一下 我讲一下 我还是要讲一下中正万华 因为我觉得中正万华超有趣的 因为你谈了也是佩议 以想你还没开启你的手势 手势对不起 手势出来才可以连结 那你分析一下 我今天一定要讨论到中正万华 因为我们要讨论到台湾的选举 中正万华就缩影 真的就缩影 今天你有蓝绿的问题 但是你有一个第三党出来的候选 而且民调也不低 所以我们看中正万华 就会看到全台湾的选情 但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其实今天你看到全国来说 蓝英的分裂 对不对 包括当时有很多人对侯友宜 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事实上你在地方上 钟小平也是 包括自己国民党 在中正万华的艺人应小薇 曾经也说过 他并不是非常支持 这个钟小平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所以这个蓝的分裂 造成这个美人姐 有一个机会出来 那美人姐 因为我也开了外挂 其实事实上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一些民调 那在民调的部分 其实美人姐其实也蛮强 真的蛮强 真的蛮强 太好了 因为他其实抓到很多 过去属于这个 非政治类型的一个票员 那包括就是蓝英 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认为说气宝效应 对不对 同美人姐 好像比较有机会 可以推翻 Feddy您本人 不是推翻 我是不选而已 大概的意思是所在 但这个是终终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我觉得 在全国选情来说 真的 这个副总统人权 应该是接下来 大家关注的重点 我相信 各政党应该都会 拉到最后一刻 因为现在是11月下旬 大家才要做一个正式的登记 那11月下旬前 我相信我们大概陆续 会看到 包括民众党 国民党 包括民进党在内 都会公布这一点 但是公布前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 看到另外一些人 就是保密到家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概是选举前 最后一波大型的宣传了 就是说今天你要 如果要塑造 舆论的气氛 如果要塑造 大家的一个新鲜感 如果要塑造 大家对于 这个可能副总统人权的 一个好奇 你就是要一口气 全部去弄 所以今天我觉得 各政党都不会 让这件事情外流 而且会保密到家的原因在内 所以其实赖兴德 我认为你看他的说辞 他其实说得很保守 他其实也不是讲小美琴 他说会有六个人选 男男女女都有 对不对 包括小美琴在内 包括郑立军在内 但是也有其他人 大家可能没有想过了 至于最后会是谁 只能说 大家就敬请期待了 好 口一个 果然是口一个 他讲了半天 什么也没讲 我已经认生了 对不对 不论小美琴到底是 小美琴 他说都有可能保密到最佳 那来上我们节目干什么呢 没有意思 我自己离开 自己离开 总之 因为他也是个议员 他也必须维持党内的运作 才不能怪罪 那坚哥 我要问你 某周刊报导 这个萧续成 月初赴中国大陆密会 国台办的高层 回来 之后就有马总统登高一呼 全民调 那个暗逢 中国大陆进入选举 那可可姐更直白说 这蓝白盒就是习近平确定的候选人 在蓝白还有马英九 这三方民调的筛选之后 能推出最强的组合吗 而且柯文哲最后 就像你刚刚说的 搞不好会翻眼不认账 那这场大戏 戏剧的张力已经张到最强了 但对民进党是喜讯 他还是不好不好的讯息 我是期许 其实萧续成到中国去 然后马上回来 造成这个情况批变 我认为 这蓝白这次最大的危机 就像我今天打的这条领带一样 染红 染红 这是在我们国内的政坛 染红是最不可取的 如果染红 那过去大家知道 他们之间几代是相连的 这大家比较没话说 但是如果白的确定是染红 而且是在总统的大位上 背后的红色来指点 那就很糟糕 因为我们明显的看出来 第一点 这一次来决定这件事情的 竟然是一个在我们国内 民调只有9%的前总统 那他出来指点江山 这就很奇怪了 他卸任之后在我们国内 大家几乎都忘了他 他几乎走进我们台湾的政治历史当中了 结果还跑出来 可是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杰哥你的意思是说 马前总统他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我的看法是在我们这边没有影响力 但是他希望 在我们台湾 可是他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名号 可以让他去跟中共那边二度的马席会 而你看照昨天这样的规模场面 他出来点紫江山之后 藍白和辣 他等于要升到比他们国民党主席 还要高的位置 所以我认为这在中共 在习近平的眼中说 那你够格 够格来这边跟我来碰面来谈事 我认为他要真的是这一点 杰哥你在讲的时候 可是老师一直说不是不是 杰哥我很尊敬你的 你知道这是我 这个绿营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我没想到你讲的话语 跟民进党的脑袋瓜都一模一样 让我有点失望 民进党到底什么时候 不会抹红就不会选举是不是 这个萧续成也不会去做一个学术交流 这个你们的交通部长还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希望大陆课过来 我们希望学术交流 你再打理你们的交通部长吗 对不起 萧续成 不过也去参加一个学术的研讨会 跟北京有什么关系 杰哥拜托你 你是我蓝营大家最喜欢的 大陆人也非常喜欢你 你也拜托你 说一下话 可以符合一下 大家比较是 发挥你这个正确的脑袋瓜 不要民进党说什么 你就跟着说什么 柯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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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蓝白 柯文哲最后翻白 我认为柯会翻白 我认为柯会翻白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柯文哲 这一个月来才用喝披霜 来形容说蓝白和 形容要合作的对象 这个侯友宜 他说喝披霜 喝一罐会死 喝半罐也会死 也就是说 如果跟侯友宜 侯友宜选正的 那就是喝一整罐 侯友宜选负的 那就是喝半罐 柯文哲 我认为他昨天又翻了以后 我认为柯文哲莫非自己 先偷喝了一口 这等于他自己宣告要住 所以我认为其实不是这样 我认为柯文哲一定另有打算 所以第三点 我们还是期待柯文哲能够 弃暗投民 如果柯文哲不能弃暗 你跟明星台已经翻脸了 他也弃暗投民 我所谓的弃暗投民就是说 他回到年轻选民这边 年轻的支持者对他那么支持 对他有期待 我认为他就应该坚持到底 他去走他自己的路 这才是对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也呼吁柯文哲的年轻朋友们 能够起意来归 就来支持我们绿色支持 市长问科主席 就是有关两岸政策的问题 就是您之前不是有提到 就是两岸一家亲 那您也有在公开场合 讨论过服貌 那目前国民党 他们提出的两岸外交政策 也包括了像是重启服貌 或是让陆生就业等 那您认为民众党与国民党 就是两者最大就是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别在哪里 换句话说民众党要如何说服选民 就是贵党的两岸外交政策是优于蓝绿两党 第一点 民众党跟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你知道民众党它全名叫台湾民众党 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 这两个隶属点就不一样 我们还是以台湾为名 以民众为本 你看看第一点 像那个重启服貌这件事情 这从头到尾就是假信任 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内部那个草案在写 而且当时还讲说 需要先解决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那才负吗才负吗 那个有完整的 然后民进党就拿一个什么 要重启服貌 然后就开始做假信任 做了一大堆 所以这也是很麻烦 每天人家跟你剖粉 剖粉以后说 你怎么不用洗干净 我说奇怪 你把我剖成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洗干净 所以那个什么 柯文哲说要重启服貌 把他前面都拿掉了 断章取义 还有一点 我后来发现 那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要通过 不是民进党的主张吗 当年在太阳花协议的时候 最后结论就是要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民进党执政多久了 七年多了 结果呢 所以后来常常说 算了 不要再批评他 他就是那种嘴巴讲一套做一套 所以 重启服貌他是有顺序的 一定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那货貌才服貌 为什么 因为货品的流动还比较控制 人进来那个很麻烦 因为那涉及整个社会结构改变很麻烦 这是第一点 两岸家亲 我还是主张是这样 我们要先跟中国表明说 我跟你同文同种 有相同的历史原宗教文化 但是我现在政治制度跟你不一样 我可以也是先 是这样 如果你要一开始要表明说 去中坏 其实这个理论 我是后来念那个 布瑞泽 Lichard Bush写的那一本 Odificial Choice 就困难的选择 他的那个理论我同意 他说台湾应该跟中国要 一个程度上也要表达善意 一开始就说我要把你一刀切 然后 然后说我跟你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 因为你如果跟他表明说 你跟他完全不同 他打你也会收乱 你去跟他表明说 拜托 我们是同文同种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乱打 所以说就台湾的国家战略来讲 四季中国人对 台湾人民的 喜欢跟羡慕是国家最大战略的错误 拜拜 我看这个 当初 这个蓝白河 一破局之后 你突然说 你们全家都不晓得该怎么投票 那 我想问你 年轻人真的很 只支持柯文哲吗 你自己呢 还是你身边的朋友怎么讲 小美琴 是不是 有 有 有来挖你们年轻人的选票 拜拜 我支持柯文哲文 我 还在观望 还在观望 那也不能对号入座 对不对 对 但我有想请问柯主席的问题 就是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想推13年义务教育 想请问就是在高中指强迫他们读完三年之后 有进入大学或社会配套措施 然后就是还向下延伸到幼稚园 然后我跟我身边的同学 比较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要 把义务教育延伸至幼稚园 是为了就是兼换少子化 然后鼓励大家生日吗 还是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跟你讲 这我先跟他回答 他小时候在新竹长大 他连竹师富小的幼稚园都进不去 你知道 因为他手脚不协调 所以说那个应该是有创伤 第一个 其实这个是 政治上是这样 我们常常算cost effective 目前台湾五岁训练幼稚园 应该有95% 几乎都训练了 所以对国家来讲 你知道都已经在做了 所以很容易去 只要加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所以往下延伸 你知道 其实有人说往下延伸 三年更容易做 还有一点 其实那些念幼稚园 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目的是 释放劳动力 因为你妈妈 你知道 全部被绑在家庭 她不容易出去 所以育婴 脱婴脱幼 另外一个真正的目的是 让妇女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市场 所以那个往下延伸一年 这个还好 因为本来就已经95%在念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做 高中子你知道 如果台北市 国中毕业有念高中职 也是98% 至少97点几 因为我常常在看数字 我知道 所以又是同样的道理 本来就差不多 所以她只想让她免学费 但是跟实际的状况 也没有差很多 所以常常是这样 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如果去做一个multify 这比较容易 如果是全新要设计 假如我们今天念高中职 人数你知道 只要我60% 70% 我这个政策就很重大 都已经98%在念了 你只是修正 我倒是觉得这样 高中职那个 我们有个人才流的概念 什么叫人才流 小学嘛 国中 到高中才分高中高职 那高中要哪个学校 所以她也想说高职学生不容易招 我说废话 你高中那个名额没有减 总数降到三分之一 这边那个水门都没有收 当然全部流到高中去 所以理论上 我倒觉得按照每年的学生数 那个水门该关的要关 不然全部都流到高中去 所以问我高职没有 所以政治 但是我知道台湾的问题在哪里 要开新的学系 大家都战争 要关了 大家就没有人要当坏人 所以一个没有人要当坏人的国家 结局就是整个国家慢慢崩坏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事实上 13年义务交引 就国家经贿来讲 跟要执行 没有想像花那么多钱 因为都已经差不多了 只是说把现在这个再把它modeify 把它优化而已 对啊 这个就是我常讲 就是说台湾的大学要关一半 那你不关 那每个大学校长都说 我跟教育部长是什么前后期的学长 情分上面就不好意思 把这个学校关掉 那你不关掉的话 永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说只有往下扎根 幼稚园反正要堵 让家长可以出去好好工作 育婴的育婴 宇绍豪他说 请问侯上任能把检举摩人制度删掉吗 对啊 检举摩人 因为昨天我在路上 这个好像引起民怨 所以用路人 现在都不能停车 一边停车 然后系两点 就被调扣驾照 然后一个月 然后如果是计程车司机的话 他根本家计都不用再做 昨天我在路上还看到 都没有生活 昨天我在路上还看到全民计程车 200辆 在路上 他们要到总统府去抗议 要到总统府去抗议 所以我才刚贴出一篇 你看 官逼民返 光贴脸书 刚出来 那就是说 我的标题 交通祭典不能做在冷气房里决策 他6月30号祭典开始以后 到12月7号 半年不到 已经80万人被祭典 944人被去12点 驾照被调扣 12点就调扣了 是去年一整年的10倍 还有人老 车子停在家门口被开20张罚单 这是干什么 这点 你知道我们都不愿意去讲柯文哲 是 因为觉得刚刚探庭也讲 现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友好 但是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起码画了300公里的红线 你说都市热闹的地方 画个红线不准人家停 不准人家上下车也就罢了 连赤堡的选区 什么木栅 偏远的地方 他也给你画红线 半夜也不能停 周末也不能停 真是扰民 所以呢 我特别讲 我这就是关闭民返 你看 才出来一个小时 已经7385人按站 就表示大家 对这一题真的是 真的很有感 少康兄刚刚讲了 这个主事者 专任专业的 千万不能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评估事情 你自己下来开开车 看看你到底哪一个路段可以停车 这是道路规划不良 好不好 这个错误的政策 不能这样形容 反而总而言之 官兵民返 就这么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 最早香港是祭典制度 学香港 但是 不管是香港或是中国大陆 都没有把违规停车 跟违规临停 纳入祭典的范围 台湾把这个都放进来了 这一下子一堆就被祭典了 全部通通祭典 所以我觉得太过头了 Alice 其实我跟Chris的看法可能比较不一样 我可能一开始跟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 可能真的是比较支持柯文哲那一方的 但是随着可能民调的变化 其实我也认为您最近胜算 比以前大了非常多 所以其实 在非常支持政党轮替的一个前提下 我觉得我是有可能有机会投给民的 所以我想请问 你确定你是从密系跟回来 我是从密系跟回来 我感觉你立场好像变化的蛮大的 因为毕竟四个月了 你好好会 所以我想请问侯市长的问题就是说 在接下来 两个多礼拜 选举要最后冲刺的时间 你有什么特别的策略是觉得可以拓展 年轻人对你的支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年轻人已经 四个年轻人有两个已经背叛他们以前的想法 想要投给你 好好讲 我说一句 年轻人对我的了解是不够深的 因为毕竟 你没有经过我们那个年工作的年代 所以认识我的大概都是五十几岁了吧 所以年轻人对我那时候刑警的事业 对我没了解 这一点就是为了要努力跟年轻人沟通拉近 我原来是怎么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原来是我在什么工作环境长大 年轻人不喜欢听你过去 但是最重要是你可以带给他们未来是什么 你未来是什么 就在我家我跟我三个孩子沟通 其实我听他的 比他听我的还多 三个女儿都啪啪啪啪讲一堆 怎样讲呢 你有沒有赞成 我说我不能不赞成 是我们的努力都为你 当然赞成 我哪敢反对 市长也是他 他讲了像我孩子练书 我刚才跟郭子晨 韩国瑜 韩国瑜 郭子晨是我的朋友 韩国瑜说 我们的儿子 他讲什么 你还敢顶嘴 你听他的 他选择什么 就让他走 所以我还讲到说 二十几年前 那个纳斗 纳斗 纳斗 纳斗是他的侄子 纳斗是我的侄子 练书到乌松 他妈妈打电话给我说 他在脑袋上说 他叫他去考大学 他成绩那么好 为什么要去考大学 要去做表演议事 妈妈打电话去跟我问 你要怎么决定 很好 你要怎么决定 我跟你说 纳斗的人心是纳斗的 自己算了 所以我说年轻人决定 他现在中风也是他自己选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会脱衣 会脱衣 你认识太多了 好不好 纳斗 你这一集看完 你就好好反省 纳斗已经反省了 反省 纳斗也在反省 不过纳斗也找到真相也不错了 我讲应该很实在话 我自己孩子决定 但是孩子的决定 就是我们的方向 孩子现在需要什么 爸爸妈妈就是帮忙 我们现在的 要当总统的 一定是 就是以年轻人想要做什么 希望改变什么 你一定要朝那些方向去做 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的努力 都是希望下一代会更好 像我爸爸妈妈以前 就稍微跟我讲的一句话 我怎么打招牌 那么艱苦 就是希望你会比我更好 这个还是对的 我们今天虽然 在这个 也刚过人家爸爸妈妈 也虽然孩子更好 现在你要参总统 当然后一代 你要保他安全以外 在全世界可以逼平 所以其实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你们判定的事情 是我最重要的 太好了 最有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 你们所有提出来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 帮你们解决到的话 都是这一集的重点 好不好 他们现在都心已经动摇了 我怕他台语去不动 他们也小时候都台湾大 谢谢 谢谢 他们是 看不看台语 都差不多头了 只要去学英语 就乱动 乱动 有时候我习惯讲台语 请年轻朋友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先隔壁就稍微欢迎一下 听有 听有 你就讲台语就好了 如果好 现在要到立法院 对不对 我们都是立委 那你遇到我 韩国瑜 你第一句话要对我说什么 我会说 恭喜我当选立委龙头 我当然 没有 那等等之后再说 真的当选了 当然是恭喜 但是我也会反问你 为什么2018年 你纵容你的粉丝 对我无比的人身攻击 对你 对 你啊 就是在我的网络上 在我的FB 我被你的粉丝 全面的人身攻击 甚至还一度的 威胁家人的安全 所以我就开始了 走法庭之路 我就开始搜证 然后开始就是提告 这样子 对 我会先问你 你为什么那时候 新闻有出来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不会叫你的粉丝 稍微冷静 冷静一点 不能这样 对 这是我对郭玉琴 所有亏欠的地方 所有看我们节目的 韩粉的朋友 我告诉各位 郭玉琴来了 我人也来了 对 所以说我的心是 跟郭玉琴在一起 请把对我的爱转移给郭玉琴 好不好 这够大气了吧 够大气 所以我们 我就只好用那支广告 回敬你 你又把我掉起来 你又把我掉起来 好啦 没有啦 我觉得真的选举就是这样 它是一时的 但是选举之后 原来是那件事情 才引起你想拍这支广告 也不是 一定是这样 就是刚刚好 救仇心恨 就是刚刚好 那你要不要再拉我一次 我就恩将仇报 拉你一次 那你要讲话 票头蓝白 架空未来 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这广告现场的直播 太厉害了 好 刚刚这一题 我对你这个很不好意思 我不曉得这个说是韩本这么的激情 因为他们比较热情 热情 那有时候热情过了头 其实真的 就稍微失控了一点 那我刚刚讲过 把对我的爱转移给郭宁 很好 我接收 好不好 握手言和 好不好 票头韩国瑜 这个就对了 我还是票头尤锡坤 这没有被冲分头 尉安 那立任龙头选举的剧本 你已经收了好多次了 那像新一届的这个 三党立委总召 都已经就位了 柯建民 傅昆琦 还有这个黄国昌三位 都总召都在立法院 你觉得能完成什么样的改变 改革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 就是真三国时代 三个总召都很强 因为这个傅昆琦 他是长袖善武 八面玲瓏 他今天在开票的时候 他就站在那个票轨 笑笑的这样看 当然啊 那柯建民就不用讲了 已经是三十年的经验 持续的立委 立法院的活字典 老科万年总召 那黄国昌真的是有战力 你看他开直播什么 而且黄国昌的那个战力 主席你要小心哦 接下来他可能他的声量 会比你还大 因为大家立法院 用什么事情去找宠招 我们民总党里面可以大名大放 对不对 那黄国昌因为年轻人喜欢 而且他还会咆哮怒喉 太离谱了 对不对 所以黄国昌他是抢的 但是今天的这个结果 因为我把东西两个讲在一起 刚毕如姐讲的那一个 单一招委制 现在看起来就没有了 对 因为最后蓝绿你都没头嘛 对 那其实蓝绿也都没有支持 单一招委制 只有游习昆委员 院长本人支持 民众党团并没有 民进党团并没有 国民党也对于单一招委制 也不支持 那单一招委制以现行目前 2024到2028的立法院来讲 是有意义的 因为民众党有八席 并如简单说是五席嘛 对 那如果未来民众党 没有到八席 或者是 有任何政党超过五十七席的话 单一招委制就会赢者圈啊 我们都不用看什么投票了 因为院长副院长 为什么过去八年 一点都不刺激 并如简那一次 你们是投给游锡坤嘛 对 你们的五票不投给游锡坤 游锡坤也是院长 他也应该过啊 对 所以根本不用等嘛 那单一招委制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立法院 没有错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单一招委制 立法院有八个委员会 教育文化啊 国防外交啊等等 那这些委员会要排案 比如说我这个礼拜 我要叫部长来报告 他出力 我当然就讲啊我们就排 我们去我们去视察 就是外面 到时候到时候到 那问题下个礼拜 换国民党上来的时候 他就会排了 所以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你没有办法就是赢者圈啊 现在目前是两个招委 那我举一个 随便一个委员会告诉你 因为一百一十三席 八个委员会 大概每个委员会 十三到十五人 如果以十三个人的委员会来讲的话 六个国民党 六个民进党 第十三个人就是民众党 所以他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招委 他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到招委 所以单一招委是 以这一次的目前 民众党在立法院八席来讲的话 刚好八个委员会的招委 都由民众党决定 就是这一次的立法院场选举 这样子杠杆的效应 可是如果到了2028年 国民党或民进党或民众党 有办法单独过半的时候 另外没有过半的小党 完全没有存在空间 招委也没有 立法院长也没有 副院长也没有 其实我不是很支持 我觉得应该还是以 我们台湾现在两党到三党政治 那现在因为 所以国民党的总招 傅昆琦昨天有说 愿意把八个委员会当中的招委 可以跟民众党去谈 我不知道他们 后来会不会谈得成 那这样民众党就有办法 怎么排案 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在立法院的投票 其实有点出意外 因为陈昭智委员投错 所以让民众党的整个声势 我觉得有点受挫 因为大家会讲说 八票都会投同一个人给黄战 想不到连八票都开不出来 而现在第二轮 我现在看正在开 民众党确实是没有进去投 所以虽然还没有开票 看起来就等一下就会是 韩国瑜54票 游希坤51票 正如三个礼拜前 我们在校民大学院所预测的票数 一模一样 连票数都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用预测 立法委员的投票 跟一般选举不一样 这些委员 除非他有特别的状况 那因为这一次 蓝绿都已经强调要亮票 而且要开出档机 没有人会故意去跑那一票 因为他的票数差了4票 我就算跑了我一票 另外三个人没跑怎么办 我完蛋了 我以后就没有政治生命了 新进的这些委员没有投过票的 陈兆志委员他其实就是应该要多练习 他没有注意到把手印到印尼 那刚刚我也跟大家讲了 根据中选会的 无效票选举让胎26项当中的第17种 你盖了这一个人 手的印尼又弄到旁边一个人或指纹 这就是无效票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第17种的无效票 就是跟陈兆志委员投出来一模一样 所以根本不用争议 那因为现在网国上好多人在我脸书贴了 包含黄国昌去上节目的时候讲说 只要有人投 投不出来就是开除党籍 他说那国会不小心 吕捷问他说 不小心你弄到了 他说一样 代表这个人根本没有能力当立法委员 开除他 那这样怎么办 总召说要开除 好这个观众朋友 这就是中选会的这个 给学务人员看的 无效票的26种样态当中的第17种 你看 是不是我盖1号 可是我在2号地方 有一个非盖圈选的 那个原型印记的记号 这样子一样算无效票 所以有什么好吵的呢 你今天就盖错了 民众党的发表委员 为什么会盖不出发票 正是民众党要检讨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院长副院长跟民众党无关 然后接下来各委委员会的招委 可能跟民众党无关 然后民众党这八席 是否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后续 黄国昌跟柯文哲主席 你们两个 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小民大学问 现在有自己的YT频道咯 大家要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才可以看到我哦